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2年9月29号周四 祝小伙伴们中国国庆节假期快乐 试选专栏 距离10月15号 BC省市级官员选举还有16天 再接再厉 本届西温市政府 说服英国地产公司 将属于该公司已经规划好的 英岭262英亩山林 作为公园绿地保留下来 也就是小伙伴们熟悉的 西温四号口上面的白湖地区 作为交换 1号高速8号出口上面的赛普路斯村 将由该公司开发出一个全新的 紧凑的 可持续的混合用途社区 包括出租房屋 住宅 公寓 学校 体育场 社区中心 零售商业 保留健走步道 以及新建山地自行车车道等 37岁温哥华北岸的游泳运动员现身说法 提醒小伙伴长心灌病不容小觑 这位女士曾经是一名竞技游泳运动员 业余时间还去健走和露营 两年前被确诊新冠后 到现在为止 她几乎不能离开家 由于新冠疾病导致的神经系统问题 这位女士出门不能超过10分钟 坐车也不可以 如果站立仅仅一会儿 她的所谓长心关症状就开始出现 视力开始变得模糊 身体的某些部位变得麻木 她会感到剧烈的心脏疼痛 非常困难去抑制这种痛苦 温哥华总医院的首席医师表示 在他们治疗的患者中 长心关的症状各异 比如脑雾 疲劳 呼吸问题等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在积极地研究这个疾病 但由于病情千差万别 到目前为止 还很难界定长心关的真正定义 有的人在床上虚弱无力 有的人可能两年内就没有嗅觉和味觉 想象一下这个症状对调酒师或者厨师意味着什么 长心关的表现形式如此多样化 医生们很难找出一个统一的诊断方法 以及后期有效的治疗手段 这位西北温的长心关患者 呼吁人们关注这种疾病 希望加拿大各级政府拿出更多的资源 研究和应对长心关 今天早上温哥华都会区的小伙伴们发现 汽油价格又涨了 高涨了 创记录的239.9分 每升普通汽油 让温哥华都会区的市民们不能不回到现实 油价还会涨到哪里去 今天的油价超过今年6月份的历史记录236.9加分 温哥华再次成为北美第一 据说这次油价狂涨 是受美国西海岸的炼油厂产能的影响 甚至有人归罪于 现在正在佛罗里达州肆虐的飓风伊恩 据央视网报道 北京时间2022年9月30日12时44分 经过约一小时的天地协同 问天实验舱完成转位 空间站组合体由两舱一字构型转变为两舱L构型 大威德真诚邀请西北温的小伙伴们 发挥我们华裔移民关键少数的力量 支持现任西温市长玛丽安布斯女士 Mary安布斯竞选连任 支持现任北温市市长林达布侃南女士 Linda Buchanan竞选连任 支持现任北温区市长迈克雷头先生 Mike Lito竞选连任 在10月15号投下庄重的一票 今天就可以上网申请邮寄选票 提前投票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特约播出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T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